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带来的强风豪雨 重创了宜兰的农业 大同乡的高丽菜田因为豪雨而泡水 才刚种的菜苗全部都被泡烂 农民真的是日哭无泪 另外就是养殖业者 这是养殖鲁鱼的业者 因为狂风暴雨没电可用 鲁鱼翻度死亡损失惨重将近400万 大雨下不停眼看整片农田都快泡在水中 农民真的好无奈 因为日前才刚种的高丽菜小苗 早就被连日大雨泡烂 碰上豪雨严重损失农民真的欲哭无泪 另外在山上养殖鲁鱼的渔民 也因为豪雨断电 鱼池里大批鲁鱼死亡 损失将近400万元 因为没有电 发电器在那边因为大水 这个昨天水很恐怖 你要过去要发电也没办法过去 家当都还来不及收就先承受巨大损失 台风外围环流 强风好雨不断 宜兰大同乡不止农雨损失惨重 部分道路也因为冲刷中断 宜兰县县长林子庙也到现场摊栽了解农损情形 另外在壮围将近10公顷的葱蒜田也被水势淹没 大雨狂炸 宜兰农损破百万 县府强调将会同整通报 希望将对农渔民的伤害降到最低 记得李柯燕宜兰报道